大家好 今次在深圳 這個器官延殖這件事 一個叫做所謂老洋 的人是要進行一個徽葬移植 徽葬移植是一個相當困難的手術 但是在中國大陸已經因為段延多 已經發展到農火述青的階段 這次引人注目的是什麼呢 這個所謂老洋需要換他的肺 即是他快沒命了 因為他的肺功能可能衰退得很嚴重 大家知道肺功能衰退就是 你的身體不可以再吸入的空氣 將氧氣分解出來 因為身體到處都需要氧氣 沒有氧氣就命都沒有了 這個是肺部的基本功能 就是在空裏抽出氧氣 為了救這個老洋的命 他們很厲害 神通廣大 用一架直升機 用35分鐘 好像33分鐘的時間 將一個匹配這個所謂老洋的肺臟 從廣州飛到深圳 然後進行肺部 肺部移植手術 他們可以進行肺部移植手術 那些肺部移植手術 他們可以進行肺部移植手術 我們可以進行肺部移植手術 那些肺部移植手術 如果不停地進行肺部移植手術 那些肺部移植手術 很多網民說 一定是一個高官 老百姓 不要說需要一個新的肺臟 需要一個新的腎臟 或者心臟 什麼臟都沒有人管 也沒有錢去賣這個新的內臟 但是這個老洋很厲害 神通廣大 將他在廣州飛來 半個小時就飛過來 這個老洋肯定不是一個一般人 結果共產黨的宣傳就說 老洋是一個一般的工人 他的名字就是叫老洋 人家的網民就攻擊他 如果你要證明 你就讓我們告訴他他的真名實聲 或者讓他在電視機面前露面 你說廢藏時直成功 你可以讓我們看到 不是你靠口來講 這個不是什麼特殊人物 不是什麼專權的人物 特權的人物 就是一個老洋 就是那個接受廢藏的人 他的身份是一個大疑問 那我個人覺得呢 非常有可能他是一個高官 為什麼呢 因為中共那些最高的官 那些在北京的那些革命元老 大家知道很多呢 很多他們都很長袖 很多已經超過九十歲了 有些甚至超過一百歲了 那據我所知呢 這些九十以上一百以上的革命元老們 身體裡面呢 大多數已經換過不同的器官 換過腎 換過肝 換過肺 換過肺 換過心 其中有一個 記得有一個退休革命元 革命元老 多數是退休革命元老 多數是退休革命元老 他有一次在採訪裡面呢 他就為了要讚揚現在的技術 怎麼高明呢 他就曾經說過 他說 我身上有五個不同的器官都是換過的 他應該是一個接近一百歲的革命元老來的 這些就是共產黨的本職 為了自己的命 他不單單是換器官 大家也知道換器官不是這麼簡單的事 你要有一個人 他的血液的血型是和你匹配的 他的軟組織的結構 Soft tissue structure 是和你匹配的 不是這麼容易的 平均來說呢 可能在三百人裡面 你找到一個是匹配你的 那之後呢 還要是這個匹配 匹配你那個人的 比如說肺臟 你要拿他的肺臟 你要等他死 他死了 他死的時候呢 就是他剛剛死的那一瞬間 你就要立刻把他的肺割出來 要不然那個肺就死了沒有用的 不可以用的了 在這個時候呢 就將你換上去 另外呢 如果這個人是很老的 死的 那麼他的肺臟功能可能是很差的 所以把你移植在這個 譬如說什麼什麼老陽身上 都沒有用的 那個肺部已經很老 很衰老了 所以通常呢 他們希望能夠在一個年輕的 健康的人身上 拿到這個器官 那這個呢 就是成為中共 中共指揮下 秘密指揮下 一個傷天害理的事情在發生著 最近這二十幾年來 中國大陸器官移植增長得非常快 原本中國的器官移植是少得直直無紋的 但是 因為最近這二十年來 中國那些器官移植手術醫師得到很多鍛鍊了 發展得很快 那為什麼它發展得這麼快呢 不是因為你培養器官移植手術醫師培養得很快 不是 因為發展這個器官移植最重要的原因 最重要的阻礙就是哪裏拿到器官 哪裏的器官 器官的供體 供給的供體 你在正常國家 譬如好像我所在的德國 人家是要等一個某某人出了交通意外 沒有得夠隨時死亡 腦已經死亡 而這個人的肺臟和血液 是匹配於某一個病人 而這個病人已經等了兩年 三年 那怎麼辦呢 他們馬上打電話給這個病人 你馬上來醫院 某某醫院 手術室 要盡快來 一定要一個小時內趕到 另外呢 交通意外死亡的人 那個肺臟又要盡快運輸到移植中心 那個醫生就開始動手術 是這樣做的 但是 就是說 通常是沒有人 沒有一個已經準備好的肺臟在給你的 不可以的 因為肺臟離開身體之後 它的生命是很短的 可能是48小時之後就不能用的了 所以 通常呢 如果你能夠 就是某一個人突然間出現一個 非常急需要一個新的肺臟 而你能夠在半個小時之後 就在廣州運來 非常有可能 這個提供肺臟的人 是否 它是不是真的死了 是不是原本是一個活生生的人 被它殺死了呢 大家要知道 共產黨搞了一個 十幾年前 出了一個新的規定 說老死亡就可以將人的器官拿來用了 那老死亡本身是有一個爭議的 因為有些人認為老死亡不等於人存死的 應該是老死亡 心臟亦都停了跳動 才算是死的 但是呢 心臟停了跳動 人的器官就會急速變壞 很快就不能用的 但是老死亡呢 人的心臟仍然可以在跳動 那個血液仍然在循環 在這個時候將人的內臟割出來 內臟的活力就高很多 質量高很多 所以呢 有人甚至懷疑 共產黨是有時候 就是中國大陸 故意用一種工具或者一種儀器 將人導致老死亡 這個醫學上要做到的 絕對不是很困難的 就是將人的腦殺死了 然後就說他是老死亡 可以用一種電擊的辦法等等 就是應該不會太難的 所以很多人害怕 他就說這個人已經死了 所以非常非常大的疑問 是很多人其實沒有死的 尤其是因為江澤民開始鎮壓法輪功的時候 曾經對那些公安國安的人說過 說對於法輪功 你們可以採取任何手段去對付他們 可以將他們的聲譽搞臭 將他們的經濟搞垮 將他們的肉體鮮煉都可以 所以你們不用擔心 不需要負責任 他這句話出來之後 下面很多壞人就出了個主意 我為什麼要將他們簡單單單的殺了 殺都要花錢 我殺他之前我要賺不錢 反正他都要死的了 那個主意很多人害怕的 非常邪惡的 就是要將他們的內臟 將他們的器官割出來 活摘器官 是鑑山割出來的 這個人還沒死的 即使他麻醉了他還是沒死的 聽說有時候甚至是不麻醉 變了越是年輕越是健康的法輪功學員 越會離奇失蹤 被他抓了之後就下落不明 這個是真是傷天害的事情 就是從1999年開始 一直到現在 我們人權組織追蹤得很厲害 就是無數的 無數的法輪功學員離奇失蹤 非常有可能 是因為成為活摘器官的犧牲品 所以我覺得這次深圳這件事 是兩方面都有疑問 第一就是老人是誰 為什麼會得到這麼好的特權 用飛機把你的廢藏飛過來 沒有小事解決問題 另外一個問題大家提及 誰提供這個廢藏呢 是不是一個活人被他殺了 但是說假話說他是老死亡 其實是被老死亡 所以大家真的不要有幻想 我這個不是隨便說的話 是千真萬確 我曾經陪過那兩位加拿大人 非常了不起的加拿大人 一個是加拿大前東亞斯司長 就是加拿大外交部的東亞斯司長 叫做大衛喬高David Kubo 另一位是國際知名的人權律師David Madars 大衛馬特斯 這兩位人兄真的不得了好 他們自己退休之後 就二十年不為力地 為了要調查這個活摘器官的真相 他們化了很多血汗 完全是不是為了錢 完全是為了公義 就帶著一幫人幫他們一起去調查 查出的結果就是很多人的 這個馬特斯當時用了一句話 他說在中國大陸的活摘器官 是人類歷史上在這個星球上 從來沒有這麼邪惡的罪惡 所以是非常驚人 另外倫敦一個人民法庭 經過這個非常有名的法官 叫做Jeffrey Knight公爵 Sir Jeffrey Knight公爵 在他做法官的領導下 作了周密的調查 還有收集了五十多個證人的口供 最後他判決書就是判決 中共從1999年開始 一直在進行大量的 數目不明的大量的活摘器官 這個活摘器官每一次就是殺一個人 每一個器官就是殺一個人 所以非常罪大惡的 判決是有罪 罪名成立 這個大家現在經過25年之後 開始的時候很多人都不敢相信 不敢相信 因為太過驚人了 但是現在在民主國家 正常的國家 他們由高層到低層的人 越來越多 確認這個事情是真的 所以為什麼美國國會 全票通過《法輪功保護法》 就是因為他們經過這麼多年的周密研究之後 發覺確實是真的 我敢擔保這件事是真的 我曾經陪同大衛、喬高 就是剛才我提過的兩位加拿大人 大衛、喬高北行已經去世 80多歲已經去世 還有這個大衛、馬達斯 我曾經陪同他們兩位 多次走訪歐洲各國的政要 包括德國 我們曾經在德國外交部 講了三個小時 這兩位人兄就要直接向德國 和其他歐洲國家 報告他們的調查結果 所以他們很早就已經知道真相如何 只是等時機到了 就會對中共採取行動 美國最近認為時機已經到了 所以就出了《法輪功保護法》 《法輪功遇到的迫害》是非常慘烈的 但是《法輪功》一直是非常和平去抗爭的 這個也是很了不起的 是現代中國的一個奇蹟 被人們這麼殘暈、這麼殘暴去迫害 但是仍然只用和平的方式去抗爭 這個我個人覺得是非常了不起的 好,今天就講到這裏 今天就講到這裏